今天是紅山鬼大公園之旅第一天 這裡位於加州的中部 Sierra Nevada山脈 而這裡以巨大的紅山木聞名 緊鄰於國王峽谷 而這裡曾經遭人們大量砍伐 美國政府為了保護這片漂亮的紅山林 而成立了現役的第二座國家公園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 歡迎來到Sekoya National Park 我們來到今天第一個景點 有一個天然的石頭形成的巨大隧道 有一個天然的石頭形成的巨大隧道 叫做Tunnel Rock 我現在正在Tunnel Rock的頂端 我現在正在Tunnel Rock的頂端 經過國家公園的收費亭後 還要爬一段非常曲折蜿蜿蜒的山路 才會到主要的紅山林區 然後後面這個石頭叫做Moral Rock 等一下也會有一個步道 可以爬到這個石頭的上面 那石頭旁邊就是主要的紅山林區了 我們現在來到了紅山林區 我身後這個是Giant Forest Museum 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沒有開放 但是也是一個非常推薦的景點 那在它的對面 後面有一棵非常大的樹叫做Sentinel 它已經有2200年了 而且高度有78公尺 我們現在要來走 今天第一條步道 叫做Big Tree Trail 會不會再給我? 'd be 有20年來 他就別哭了 進去 兩邊 好 不 中间这种低洼地区 因为太湿了 不适合树生长 所以长成了草原 我们现在在树下野餐 要来吃铜锣烧 我们现在来到Moro Rock 要来爬一个花岗岩悬崖 在岩顶上能看到广阔的风景 海拔有2000公尺 然后总共有400个台阶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 在岩顶上能看到广队的风景 我们爬到了一半 跨到顶端了 这里非常的热 而且爬得很累 要记得多喝水 这边这个转角 就是我们早上开上山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Moro Rock的地方 我们现在到了Moro Rock的最高峰 我 stellen大家看 我們在路邊看到一個島嬌的紅山 它的超級大樹根 我們在路邊發現一個島嬌的大樹很像一個王座這叫做Auto Lock 後面這個是個不知名的紅山倒下來之後壓到了路 所以防目工人就順勢把它砍成一個通道 變成了一個景點 我們現在來到Crescent Meadow 是森林裡一片新月形的草地 那繞著它走一圈享受森林與芬多金 這裡也是許多藏不到的起點 可以走進更多紅山樹林裡 我們現在在路面看到Crescent Meadow 我們在星夜草原才走了一小段 就看到兩隻熊寶寶跟一隻熊媽媽 不敢前進啦 那我們就要在這裡結束第一天的旅程 那其中我覺得Moral Rock非常值得去走 我們可以在巨大的花崗岩上 俯瞰整個峽谷 非常的壯麗 那明天我們要去看全世界最大的樹 剩下旅程我們就明天繼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